大家好,最近相信很多人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韩国的人川市为了鼓励生育,现在给每个出生的新生儿大概一个亿韩币的补贴,一个亿韩币接近人民币的55万,而且这只是基础补贴,最高者还有各种条件限制,最高者可以达到3.4亿韩元,也就是接近200万人民币。 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韩国,它出生率是比较低的,再加上韩国女性和我们中国女性,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对韩国男性要求比较高,然后导致韩国男性其实很多在本国找不到老婆的,他们也面临着一样,像中国的公公人一样,他们来越南找老婆,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越南是他们来的比较多的,因为一是越南人口比较多,二是越南的长相相对其他东南亚国家来说,更东亚化一点。 这就不得不谈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我们中国的有关城市没有这样的政策,就是我们中国男性在越南是很难竞争过韩国男性的, 因为其实在仁川市之前,韩国整个国家都对每个新书上有补贴,再加上我们知道来越南找老婆的韩国男性,其实很多也是底层男性,韩国的农村的,因为都是在韩国找不到老婆的,才会来到越南这种国家,找一个就是越南老婆。 韩国,即使你是农村的公共汉,韩国也是非常鼓励他们去其他国家找老婆的, 然后当他们结婚以后,韩国政府还会补贴给他们大概几万人民币到十几万人民币的结婚补贴, 就是给他们办婚礼啊,拍婚纱照啊,就是办酒席,可能就是结婚的费用。 所以其实在越南,每年和韩国男人相亲的越南女生非常多,是远远多过我们中国的, 因为首先中国,不管公司也好,还是个人也好,是不能从事这个跨国婚姻介绍的,这是没法的。 韩国人可能是在法律方面没有规定,所以韩国人有专门的机构, 每年他们在越南的河立市啊,胡志明市啊,包括香港, 也有这些比较大的城市,他来给韩国男性匹配,介绍越南新娘。 因为韩国是发达国家,他的工资很高,每个月大概有一万多人民币, 就是最低工资,就是越南女生嫁给韩国男性,他就两年后他就能拿到身份, 他就可以打工,他每个月我们知道,其实虽然韩国的物价高一点, 但是如果这个女生比较节省的话,他每个月赚一万多人民币, 他还是能存很多的钱,寄回到越南的家里给他的父母。 虽然这个钱在韩国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越南来说, 如果他的女儿每个月能寄一万人民币回到越南, 这个对他的原生坚持来说是很大的改善的, 所以据我了解,最夸张的是时候,一个韩国男性可以在河立市啊, 他一天可以相50多个月的女生, 这如果换作中国男性,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越南女生嫁到中国,首先结婚没有补贴, 再加上生育小孩也没有韩国那么高的补贴, 然后呢,中国两年以后五年之内都是不能工作的, 他也五年以后倒是可以拿到身份, 但是前提是他要有一套自己名乡的房产, 还有30万人民币的存款, 所以相对来说,嫁到中国的好处远远没有嫁到韩国那么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男性在越南长老婆的荣誉程度是比我们荣誉很多的, 其实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视频, 很多中国男性可能是我击碎了他们的幻想, 他们在下面评论说我长他人之旗灭自己的威方, 但是事实如此, 其实在这里我还想呼吁一下中国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 比如上海, 比如浙江的, 还有江苏, 广州这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也可以向韩国学习, 可以给这些如果当地找不到老婆的底层男性, 他们去国外找老婆, 如果找到以后, 给他们适当的给他们一些结婚的补助, 然后同时在签证还有其他方面都给一些便利, 这样是一是有利于这些底层男性他们结到婚, 二是也可以提高一下我们国家的出生率,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出生率可能也不太高了, 比韩国高一点,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这个视频就剪到这里, 大家再见。